王一博节目里被喊叔叔 一连猛不敢相信 现场自爆小时候事件 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粉丝朋友们和小编一样 在默默地观看王一博主持的的天天向上呢 因为他作为主持人每一期都会参加 很少有人会观看节目是为了主持人而来的吧 但是天天向上就是最特殊的一档综艺活动哦 有多少人提前购票就是为了能够看到最新的王一博 而且这一期的节目成为了精彩和搞笑的环节 快让小编带着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吧 众所周知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今年24岁了 在很多节目中都会被别人喊小弟弟或者是小哥哥 对于这样的称呼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这一次在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学生 他直接打破了所有的常规 对着镜头喊王一博叔叔 当王一博听到这一称号的时候 先是一脸猛圈不敢相信 随后也是微微一笑掩饰内心的尴尬 也许在自己的心中还是一位没有长大的小朋友 那听习惯了被别人喊的哥哥或者是弟弟 突然被别人喊王叔叔也许会有一些不自在和难以 受吧 不过当各位粉丝朋友们听到王一博被喊 书的时候却感觉非常的搞笑和可爱 尤其是王 博一脸猛圈的反应更是成为了重点哦 而且这 七的节目内容主要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也 很多家长正在面临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和孩子 留 不知道如何走进他们的内心 而且有很多步 样的观点也会让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一些格 和摩擦 而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就是帮助大家入 去解决问题 其实天天向上是一档充满了正能 的综艺活动 它会让大家学到很多的知识 会帮 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 在节目中 王一博就现场 爆小时候的事情 他向大家爆料在自己小的时候 就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就算是上了初中也不 主动和别人交流 从来没有主动和别人交流的 可 都是对方和自己说话 说过陌生人 问自己问 的时候也会去回答 当大老师听到王一博爆料 时候的事情时 他直接吐槽王一博是西字如今 时候的一博和现在的性格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一博从小就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而现在也一 如此 只是进入娱乐圈之后改变了一些 王一博 小到大几乎没有很大的改变 从始至终都不喜 和陌生人说话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他高冷的缘 吧 其实在小编的心中这并不是高冷 只是不太 易主动交流而已 我相信很多人和王一博都有 样的性格看完这期节目后 对王一博也有了很 的认识也学到了如何去和孩子交流 而节目中 大的亮点应该就是王一博被喊叔叔的画面吧 种猛猛的表情有一点可爱哟